这个是中国竹子 这个是乳兰的竹子 这些竹子都是你种的吗 对 我们种的 那这些家具呢 这些家具我们自己做 哎呦 你这手艺是跟谁学的 我们师父是中国人 去非洲编竹框 今天我们学好啊 今天不玩了 咱们看看有一门手艺 在非洲能挣多少钱 这是六角灯 这是猪丝灯 它这是在做什么呀 它做猪丝 猪丝啊这是 猪丝 它是李丝丝 哦 李丝丝啊 李丝丝是中国名字 哦 OK 你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呃 剩下五年 五年 对 那他喜欢做主义师吗 对 对 他喜欢做主义师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做这个电视 他有钱他很高兴 哦 有钱赚很高兴 对 哦 是啊 好的 那李丝丝真棒 好 这里我们做烧火煎 嗯 没过来一下 Here they make barbecue steaks here I like barbecue I didn't know they make it from bamboo steak 第一步呢 第一步呢就是把这个竹节啊都给打磨掉 这是给它劈开了 对对 嗯 把竹板劈开了 是啊 哦 这是最后一步要给它削尖是吧 哎 现在这加工的成品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小助理给它做包装 你好 这一包有多少根 里面有五十 五十根 在当地卖多少钱呢 五百六百 五百六百 大家看啊 这就是在非洲土生土长当地加工的这个烧烤签子 哦 这是我的师傅 哦 您师傅 哎呦 余师傅 久仰久仰啊 你看你看你看 哎呦 您这竹门做的是够漂亮的 这里多少钱啊 这个在国内在一万五左右吧 在龙王达呢 在龙王达 因为这里那个人工便宜嘛 这里在三千左右人民币 哎呦 竹子有这么好的任性 能弯到这个程度啊 对对 这就是我们首页这个一个小窍门 用这个钢筋把里面这个鸡巴给它通 通通通了之后 然后再灌砂 就这样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灌进去 灌石之后这样凳一灌 灌石之后 就两边搞东西给它蒸起来 蒸一蒸 就开始烤 哎呦 它这个工艺已经很熟练了 对 你知道 已经很熟练了 所以把这个交给他们了 这个椅子在我们当地买的最好的 这椅子设计不错 这还没做完吧 没有 让我也试试 Bernice take my camera 哦 这里 这里视频有人看吗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看的 哦 我不但会做家具 我会唱中国歌 你会唱中国歌呢 对 我会唱中国歌 表演一下 听着晚清睡茶的 看着我小都变老了 才知道 就告诉你 好好珍惜保护它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领现金 我答应 我答应 听 我答应 浅 怎么答应